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 弟兄姊妹好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2024年的主题就是认识基督 2020年的主题就是认识基督 今天我们要讲的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为我们的死从死里复活 耶稣又为我们的死从死里复活 祂的复活是永远复活的 祂的复活是永恒的 祂的复活是永恒的 因为祂复活之后就再没有死了 因为祂复活以后就再没有死完了 所以保罗在菲律比书 第三章第十节 使我认识基督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祂复活的大能 这就是耶稣给我们了 祂给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祂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祂从死里复活 祂从死里复活 祂好像我们相信祂的人 好像我们相信祂的人 都得到永生 都能够得到永生 得到永远的生命 得到永远的生命 就是这个意思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耶稣讲 什么是最大的神迹呢 什么是最大的神迹 就是有一位先知约拿 就是有一位先知约拿 从鱼的肚里面复活了 从鱼的肚子里面复活了 这位先知约拿 这位先知约拿 他被鱼吃了 他被鱼吃了 经过三天三夜 经过三天三夜 神让他从死里面复活了 神让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主耶稣讲 约拿的神迹 是最大的神迹 是最大的神迹 因为他能够 叫他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死了三天 因为他已经死了三天 耶稣听他的祷告 让他从死里复活 让他从死里复活 原来人有两个律 原来人有两个律 一个是罪的律 一个是死的律 一个是死的律 我们中国五千年 做皇帝的 做皇帝的 他们都要找 产生不老的药 他们都要找产生不老的药 因为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佣生 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得到佣生 但他们都找不到 因为地上没有的 因为地上是没有的 永生只有天上才有 因为神是永恒的 祂是永远活着 所以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 祂将永生从天上带到地上来 祂将永生从天上带到地上来 祂将我们信祂的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好 你帮我读个读题 好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是犯了我 使我脱离最合适的律了 第九节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原来永生是在天上 原来永生是在天上 所以主耶稣求什么 所以主耶稣求什么 求父神 将圣灵保卫师差来 将保卫师圣灵差来 如果圣灵保卫师来了 如果圣灵保卫师来了 他带什么来啊 他带着什么来 他带着天上的永生带来了 所以保罗怎么讲呢 所以保罗怎么讲呢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再定罪了 就不再定罪了 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可使的律了 原来地上的人是有罪的 原来地上的人是有罪的 罪的公价乃是死 死后有审判 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困难 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困难 他要求父 他要求父 将这位保慧师带来 就是将永生从天上带到地上 所以在圣灵里面 所以在圣灵里面 他给我们有永生 你知道耶稣祷告吗 你们知道耶稣祷告吗 他怎样祷告 好 你帮我读一下 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恳求那人救他免死得住 就因他的虔诚满了应允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哼通 原来耶稣在地上祷告 他怎样祷告呢 他大声哀哭 他流泪祷告 他求神将圣灵拆来 能够救他免死 能够救他免死 原来主耶稣要承担我们的罪 原来主耶稣要承担我们的罪 他要为我们下到地狱 他要为我们下到地狱 然后三天三夜 然后三天三夜 被火来烧 被火来烧 所以 所以 他知道 所以他知道 只有圣灵来 只有圣灵来 才能够将他从地狱里面救出来 才能够将他从地狱里面救出来 所以他这样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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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神听他的祷告 最后神听了他的祷告 神经神因他的前行 因他的前程 没了应语 没了应语 神听他的祷告 神听了他的祷告 神为什么听他的祷告 因为他所做的 神使了他所做的 因为他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这宝慧师就拆来了 所以这位宝慧师就拆来了 这位宝慧师就称为圣灵了 这位宝慧师就称为圣灵 我们下个星期天 晚上七点半 我们有一个圣灵降临节 就是在五旬节那天 圣灵就来了 让信他的人 都得到永生 这就是复活的大能 所以如果下星期你们有时间 欢迎你们来 来做什么呢 来祷告 求神的灵来 求神的灵来 要你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 得到复活的大能 得到复活的大能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主耶稣他也要祷告 所以主耶稣他 他要祷告 他要祷告 求父神 将宝慧师拆来 神听他的祷告 神就听了他的祷告 让他得到圣灵的充满 你知道耶稣的祷告 神听了他的祷告 神祈欲他所做的事 这里讲到耶稣做了八件事 八件神所祈悦的事 所以在菲律比书里面 第二章 第六到第九节 他做了八件事 他朋友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前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这里面告诉我们 主耶稣做了八件神所祈悦的事 第一件事 他朋友神的形象 他本来就是神 他本来是住在天上的 但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事 让神将宝慧师拆来 让地上的人得到圣灵的充满 所以第一件事是他做的 他是神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呢 他不愿意将他一定与神的位格 他不将自己与神同等位格 他愿意放下去 他愿意放下去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形象 所以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反道虚极 他将神的属性 他将神的属性 神的勇能 神的勇能 神的无所不在 神的无所不在 神的无所不知 所有都放下来 然后取了奴仆 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 所以他要成为了一个奴仆 所以他要成为了一个奴仆 奴仆的意思 奴仆的意思 就是没有自由 就是没有自由 所以我们地上的人 所以我们地上的人 都是罪的奴仆 都是罪的奴仆 我们只有犯罪 我们只有犯罪 犯罪的自由 犯罪了就自由 我们犯罪的权利 我们犯罪的权利 这是你的权利 这是你的权利 你不能够不犯罪 你不能够不犯罪 因为你是一个奴仆 因为你是一个奴仆 你是罪的奴仆 你是罪的奴仆 所以主耶稣为了我们 所以主耶稣救了我们 取了奴仆的身杖 成了奴仆的形象 取了奴仆的形象 第五件事呢 他成为人的样式 他成为人的样式 这是第五件事 因为亚当犯罪 因为亚当犯罪 他就成为亚当 他要成为亚当 来救亚当的后裔 好 第六件事呢 第六件事 他还要卑微 他还要卑微 他怎样卑微呢 就是全新的顺服 就是全新顺服 他卑微到死的地步 还要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有什么好呢 十字架是罗马最高的刑法 十字架是罗马最高的刑法 就是保证你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 就是保证你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 如果你犯的罪很少 如果你犯的罪很少 不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因为他犯了最大的罪 是因为他犯了最大的罪 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就死在十字架上 你知道十字架上有什么保证 你知道十字架上有什么保证 根据罗马的律法 根据罗马的律法 十字架保证 十字架保证 这个犯人 是犯了很大的罪 然后保证 保证 保证他死了以后 一定要下到地狱 被火来烧 证明他是最大恶极的人 所以主耶稣 他死了 不是病死 不是病死的 也不是意外的死 也不是老死 他要证明他是犯大罪的人 他要证明他是犯了大罪的人 因为他要背负全世界人的罪 因为他要背负全世界人的罪 世上的人所犯什么罪 世上的人所犯了什么罪 无论是怎样大的罪 他都愿意为他背负 他都愿意为他背负 所以十字架 所以十字架 他死在十字架上 他死在十字架上 是罗马的律法 是罗马的律法 保证这个犯人 保证这个犯人 是因为他犯了很大的罪 耶稣为了我们 他愿意这样做 他愿意这样做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做了八件事 然后神 神就喜悦他所做的事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要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 要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这就是耶稣的名字 这就是耶稣的名字 因为他顺服 并且愿意死 神就将他身为至高了 神就将他身为至高了 这里要告诉我们 这里面告诉我们 第一件事 他本有神的形象 第一件事 他本有神的形象 就是他说他是神 就是他说他是神 他实在是神 好得不够不信真要不够 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八节 因此犹太人就更想杀耶稣 因为他不但破坏安息日 而且称神为自己的父 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 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三节 犹太人对他说 我们不是因为上世用石头打你 而是因为你说了尽万的话 又因为你是个人 竟然把自己当作神 所以耶稣每一次讲他是神 所以耶稣每一次讲他是神 犹太人接受不了 犹太人就接受不了 犹太人说你是人 犹太人说你是人 你是玛利亚生你出来 你是玛利亚所生的罪了 你的出生 你的出生 是一个小baby 现在你长大了 你还是人 你还是人 但你为什么说你是神呢 但你为什么说你是神呢 原来耶稣实在是神 但他不与神同等 因为他愿意卑微 愿意做神所喜悦的事 所以你告诉我们 这里面告诉我们 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 为抢夺的 因为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 因为耶稣没有抓住自己拥有的地位 因为耶稣没有抓住自己拥有的地位 当作自己被自私利用的优势 或者增保 所以我们看到神所造的亚当 我们所看神所造的亚当 他是人 但他很少与神同等 但他很少与神同等 所以神叫他不要吃这个果 他还是要吃 他还是要吃 因为魔鬼对他讲 因为魔鬼跟他讲 如果你吃了这个果 如果你吃了这个果 你就与神同等 所以亚当要抢神的地位 所以亚当要抢神的地位 就犯了罪了 耶稣他本来是神 但他不要这个位分 因为他要来拯救我们 第三样 他要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耶稣并没有从自己里面倒掉任何东西 而是将命倾倒 完全倾出了自己 道成肉身的基督既有完全的人性 也有完全的神性 但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教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耶稣将自己倒空 将他的命都倒出来 目的就是要我们得着生命 所以主耶稣讲 我来 我来了 教人得生命 是要教人得生命 并且得着丰盛的生命 所以他愿意将他的命 所以他愿意将他自己的命 都倒出来了 倾倒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你看到我们的耶稣吗 看到我们的耶稣 他没有贪图欲服的荣耀 把荣耀隐藏在奴仆的形象里 他成为罪的奴仆 他成为了罪的奴仆 为什么他要成为罪的奴仆呢 因为他要释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原来我们都是有罪的 我们都成为罪的奴仆 所以因为有罪就带来了死亡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死后带来了就是审判 就是下地狱了 所以主耶稣 他要成为罪的奴仆 所以主耶稣 他要成为罪的奴仆 就能够来到罪的奴仆那里 你知道罪的奴仆住在哪里呢 是住在地狱里面 所以他亲自来带着他们 然后将他们救出来 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 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 给所拆来的圣灵 来到地狱里面 来找我们 来找我们 对我们讲 他对我们讲 你要相信耶稣 你要相信耶稣 就马上将你从地狱里面救出来 耶稣就马上将你们从地狱里面救上来 这就是复活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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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面告诉我们 他什么人的样式 他成为人的样式 那么他是什么一个完全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有很多的渝量 他有很多软弱 和甚至 但他又不完全与人相同 因为他成为失去神的形象 和与神同等的地位 只是成为最深的形状 但却没有犯罪 耶稣和我们完全一样 耶稣成为了完全的人 但他没有犯罪 我们和耶稣是一样 我们是跟耶稣一样 有一个身体 有软弱 有软弱 有陷阱 我们有独自饿 我们会肚子饿 我们有疲倦 我们会疲倦 我们需要睡觉 我们需要睡觉 耶稣跟我们一样 耶稣跟我们是一样的 有一样不同的 唯一不同的 他没有犯罪 因为他没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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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要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 他有卑微 他有独公屈指 他要反道虚极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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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死了 然后死了 他的死 他的死 是因为他顺服 是因为他顺服 因为他的死 因为他的死 目的就是要爱我们 所以他说他来到地上 所以他来到地上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就是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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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他的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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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他的顺服 然后他存心顺服 他存心顺服 他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了 以至于死了 以至于死 所以你看到吗 所以我们看到吗 我们的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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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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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犯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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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因为不顺服 亚当因为不顺服 就死了 他就死了 耶稣基督是因为顺服 耶稣基督是因为顺服 他也死了 他也死了 他愿意顺服父神 他愿意顺服父神 他的舍命 他的死 做多人的属家 是显明神对世人的爱 就是不一样 我们的死 是因为我们是罪人 是罪有应得的 耶稣的死 他是为我们死 他是为我们死 他没有罪 他没有罪 因为他没有罪 因为他没有罪 所以神喜悦他 所以神喜悦他 他圣灵来 圣灵来 让他从死里复活 让他从死里复活 这就是他得胜了 他死在哪里呢 他死在十字架上 他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代表降卑到最低 顺服到极致 十字架不是一种英勇崇高的使法 而是罗马帝国最残酷 最耻辱最不光彩的使行 是用来判死 是用来处使叛乱者和奴仆的 挂在十字架上 也被犹太人认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所以他的死在神面前受了咒诅的 所以耶稣爱我们 所以耶稣爱我们 他为我们死 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 是怎样的复活呢 是怎样的复活呢 他要下到阴间 他要下到阴间 将那些信他的人 将那些信他的人 救出来 所以你现在信耶稣 耶稣现在就为你下到地狱 耶稣现在就为你们下到地狱 然后将你们从地狱里面 救出来 所以圣经怎么讲 所以圣经怎么讲 罗马书一章第四节 按圣上的灵说 因从失利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节 他借这灵程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 所以听到的人有福了 所以听到的人有福了 相信的人有福了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 这里面告诉我们 神的恩典来到 神的恩典来到 即使你们现在听到福音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了这个福音 愿意相信耶稣 愿意相信耶稣 你的罪马上就赦免了 你的审判马上拿开 你的审判马上就拿开 你本来在地狱里面 你本来是在地狱里面 被火烧了 现在不要了 现在不要了 拎着耶稣 拎着耶稣 你相信祂 你相信祂 祂一定将你从地狱救出来 让祂能够将你们从地狱里面救出来 这就是神最大的恩典 所以给你告诉我们 这里面告诉我们 以福所书第四章第八节 所以经上说 他生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西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使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万见前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 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你看到你本来在这里 我们看到我们本来在这里 被在地狱里面被火烧 在地狱里面被火烧 耶稣就来到了 耶稣就来到了 将我们救出来 从魔鬼的口中 救出来 这就是神的恩典 这就是神的恩典 好 今天到这里 感谢主 谢谢高牧师 祝神祝福 祝神祝福 祝神祝福